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记忆E minor E minor 这个小三和弦 还有B7 如何记忆这个和弦的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记忆呢 就是我们记忆啊 通常上我们学的时候 1645 1345 或者我们一开始学的和弦里面 就会学的这个 E minor 所以E minor 它就是在我们的和弦极数里面 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和弦 小三和弦 这是一个记忆的办法 第二个呢 就是大三和弦 比如说C 然后呢 这个E minor就是小三和弦 就是小三和弦 那小三和弦 它的味道是比较忧郁的 比如说A minor 大三和弦是比较明亮的 A minor 我们就用这两个办法记住 第一个办法 我们学的时候 本来就学这个 就知道在和弦极数里面 它就是小三和弦 另外一个记法呢 就是E minor 小三嘛 一般的你看 C大三和弦 三个手指头 对吧 G大三和弦 三个小指头 那E minor呢 就按两个小指头 少了一根手指 你就记住 它是小三和弦 E minor和弦 不过像A minor呢 就又用三根手指了 你不需要去记 这样记 为了要记住它 你就说少了一根手指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B7 你看 本来就是三和弦吧 现在7和弦 那就多加一根手指吧 对吧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记住 B7和弦 7和弦 就多加一根手指 不过有的是不使用的 但是为了记住它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记忆办法 好 分享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